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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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喜歡一百個人有一百個看法 就是說其實不要被那個標題給框住 因為標題本身其實也是作家賦予它的 那其實對我來說畫作它本身有非常多的可能 常常我自己看它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跟想法 對 那有時候我覺得它非常的著趣 那個著趣就是線條的轉換 對 那這個部分裡面我覺得它充滿了很豐富的一種想像 所以我希望帶給觀者就是一種無限的想像 你覺得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甚至它有任何的可能 其實創作本身就是在面對自己 其實創作本身就是在面對自己 對 我覺得它 有時候我覺得它跟修行一樣 有時候你面對一張畫布 一張白紙 常常就是好幾個小時 然後常常有時候是搞不定 對 就是在畫作當中有時候 你不知道應該把它伸出一個所謂什麼樣的樣子 但是常常很有趣 我覺得我讓我的心跟我的意識情感去帶領 它在這個裡面當中 它會轉換出不一樣的超乎我意外 常常都是一種驚喜 所以我覺得它是我的禮物 每一張畫作 它都像是我的禮物一樣 這一次的展出是在鹿港圖書藝文中心 那展出的時間是10月22日到11月16日 這中間歡迎各位有興趣的觀眾朋友都可以歷領參觀指導 謝謝 謝謝